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的殿堂 是 你常出國問你就對了嗎 我跟你講我下個禮拜 我要去瑞士 瑞士你熟悉啊 瑞士那邊現在還是好 你覺得我應該要穿什麼衣服去 瑞芳這個你問我就對了啦 你知道瑞芳呢 你就是穿一個國外套就可以啦 但是我剛剛講的瑞士 你不適合去瑞士 你去瑞芳就好了 好嘛 那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下個月 我想要去泰國 因為泰國那邊現在好熱 暑假去好熱都會流 你覺得我應該要搭配什麼樣的衣服 對 我跟你講 泰山加油站那邊就是風到 所以你要戴個帽子遮頭這樣 風吹到 出國 我跟他幫你 出國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好不好 因為暑假 暑假的時候你知道嗎 暑假我也安排好了 暑假我要去丹麥 你覺得丹麥 我要穿什麼衣服比較吵 你知道丹麥 這一次我真的認真的回答你 丹麥 丹麥沒有人在穿衣服 裸體 沒有丹麥沒有人穿衣服 你就裸體 我可以裸體 裸體 裸體 好 那我請問一下 你看你就裸體嘛對不對 那你問我覺得要搭什麼樣的帽子 還是要搭什麼樣的鞋子 你覺得這樣才好看 你裸體在丹麥嘛 對不對 那最帥的狀態就是 拔連打馬賽克你這樣看起來就算 我去翻賣 柏羅體 柏連打馬賽克 我去幹嘛 不是 不是嘛 要不要好好聊天嘛 不是 瑞士你說瑞芳 泰國你說泰山 你再怎麼樣 你就是只會去澳門大三八 你騙誰 不是 我就想說去遠一點嘛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有時候出國戴衣服真的很麻煩 去天際冷的地方對不對 你看一個皮箱 整個裝滿的都是 而且你還要帶那麼多配件 你看 這一件就是我裸體 他要別在我身上 可不可以 別哪裡 身上 OK 好不好 出國真的很難戴衣服 到底應該怎麼戴呢 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也請到了出國 不管怎麼戴都覺得少一件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大家好 當然這些東西 居然會在行李裡 我真的搞不懂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歡迎 開心的出國旅遊前 最讓人頭痛的 就是整理行李 帶太多錢重 帶太少 又怕多花錢 究竟出國衣服 該如何準備呢 馬上就來教教大家 說到旅遊 這個女生最近從 她去了很多地方 去那麼多地方幹嘛 對 因為她上次去的這些地方 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她是跟瓜哥的助理 一起去的 真的喔 對 然後她們就真的是 當背包客 到處去玩 真的喔 聽說在那裡結婚了是不是 沒有 對啊 她去的地方都還滿特別的 妳去了哪裡啊 我去了就是南美洲的安定斯山 包括 玻璃維亞超美的 李士兵 所以我也出新書了 恭喜 送給兩位 恭喜 運動是在六月二十九 七月五號正式發行 其實裡面有很多故事就是 出國前的準備 然後就是在安定斯山的一些小故事 這趟旅程的小故事 好的 謝謝大家 我的這個分享會在八月十三號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好的 謝謝 恭喜出國 旅遊就是個開心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旅遊 像他們這樣子去南美洲 不可能是一個兩個禮拜的吧 對 去了像可能是三四個禮拜 去了多久 快二十天 二十天 衣服怎麼戴 你光二十天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背包客 它就是一個包包 然後可以這樣子二十天的東西 對 好厲害 怎麼戴 很多型男朋友都是這樣啊 我想請問一下 那有沒有一些出國 你是一定 一定 不管行李再怎麼不能戴 你都一定要戴他的東西嗎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 因為之前我有個朋友 他我們一起去美國維加斯 然後就覺得 很輕鬆 因為那邊有點熱 所以他就帶了一個 後底的假腳拖 涼鞋這樣子 其實那個還算滿好走 因為畢竟是平的 可是他走走走 因為實在太好逛了 而且維加斯又是不夜城 所以我們就逛通宵 後來他腳真的是受不了了 然後我們隨便找一間店 可是那邊又沒有 就是Outlet那麼好找便宜的 他隨便找一個便宜的MK而已 然後買一個比較好走的鞋 就因為他腳真的是受不了了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記得戴平底鞋 然後如果 你那個叫平底鞋 這有 這個算好走 如果去 就是雪地的地方要找這種 有點髒 對不起 就是那種紙花的 對 有雪地你穿這個 完全沒跌倒 超神奇的 就是在國外買的 這真的好神奇耶 對 雪地不是要 跌倒 這會濕吧 不會 而且就是在北海道買的 然後 而且我在那邊找到的時候 因為我都是自由行 所以我還要拖行李 然後又有雪 完全沒跌倒 然後我其他朋友 他們都滑的一個不行 哇塞 怎麼這麼厲害 超神奇的 可能跟那個台灣賣的鞋子的 底部不太一樣 所以在那邊就是 如果就是積雪很深的時候 我也是穿這雙鞋 它有一點高度 其實不會跌倒 然後如果去很熱的地方的話 像油沙漠 我建議大家可以穿有一種膠鞋 是洞洞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 他們去杜拜的時候 他是穿運動鞋 沙子跑進去 跑到襪子裡面 很不舒服 所以如果穿這一種 沙子是可以直接倒出來 這一種非常好走 除了鞋子之外還有什麼嗎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都會穿得比較 就是一般樸素 牛仔褲T恤就出門 因為在路上 我就比較不喜歡人家認出來 我就想要自己的私人空間 可是在國外呢 我就把每一條路 當作我的時尚大道 在就是舞台在走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一定什麼捲髮棒那些 我一定都會帶去 而且像有一些是 比如說那種浪板跟那種 捲髮的合在一起 多好用啊 一直就有一些要帶去 還有我一定會帶一個東西去 冬天就這種很冷的國家 叫做皮草 但是要買就是假的啦 不要買真的這樣 然後你知道我的皮草啊 你知道我到後面穿這件皮草 你知道這一件啊 我穿到 我以為我被鬼壓床 為什麼 因為這一件 重達六公斤 太重了啦 你的心理現在一定很重耶 你知道我當初把他帶去的時候 我的心理就已經超重了 但我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帶 這個在台中柯博館嗎 柯博館 你說熊是來什麼 這個是在義大利 是在義大利 義大世界 我吃不開 不是 不是在義大利 就是 對,我忘記在哪裡了 六公斤 對 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能接受 因為你這個東西去就那麼重了 有什麼關係 反正因為我那時候是跟團 所以就是東西都放在車上 就是你重的時候都脫掉 反正他們的日夜溫差這麼大 人家說洋蔥式的穿法 不是跟團 問題是你買東西 義大利要這麼好買 你回來不會超重嗎 就是回來就付錢 他去的都要超重 有錢真好 有錢就是人生 不是就難得出國一次 就一定要對 對 出國的時候 你反而會把一些在台灣 不敢穿的衣服帶去就對了 沒錯 就是這樣 老謝呢,你呢,有什麼 他那件皮草六公斤 像我真的去南北洲 我將近有十天 我的行李只有十五公斤 只有十 你沒有買東西嗎 我是說我去十五 可是回來差不多不到二十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就是 我只要出國 我穿的衣服都是舊的 因為我不走時尚路線那一套 看得出來 對,我也沒辦法走,我知道 我自己有這個認識 不會 然後我就是都穿舊衣服 你不要再碎碎面 然後呢,我就是穿了會丟 我就弄人 就是把不要的衣服 我就丟掉 所以其實在旅程中 你丟的是衣服還是人 我丟的是我的心好嗎 所以在旅程中呢 我的衣服是會越來越少 心裡越來越輕 然後很多東西我一定要戴 除了那個衣服之外 還有這個運動鞋 我一定要戴 對,因為我有習慣在每個國家 或者是城市慢跑 就是會覺得說 在這個國家 然後早上起來去慢跑 有那個慢跑技術的話 我覺得好炫喔 所以我會拍一些 就是那種流汗 那種自拍的 好,這段快轉 謝謝 慢跑鞋跟舊的衣服我一定會戴 那特別是出外景工作的時候 只要是像什麼贊助的衣服 我都戴 可是穿完一次 我就會送給工作人員 球鞋也送給工作人員 所以常常出國的時候 例如說我17公斤 回國的時候10公斤 就是 就是行李是越來越少那樣子 然後工作人員很開心 然後我自己也很開心 我還可以買新的東西 妳穿贊助的衣服送給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有開心嗎 有啊,他們就有新的T恤 我只穿一次而已啊 如果他們不想洗直接穿上去 我也OK 誰會這樣 可能有人會啊 對啊,而且他出去17公斤 回來10公斤嘛 然後他的那個同事27公斤 都是他來的 對不對 真經病 OK,所以你出國會戴慢跑鞋就對了 是 對,其實我一樣 我也會戴慢跑鞋 所以因為我 很合理啊 不管是車門 地方一定要去運動,去慢跑 真好 然後因為 因為 你怎麼態度差那麼多 怎麼樣 你怎麼態度 你說跟你聊的態度嗎 等一下 因為就是有一次 我跟我的朋友去旅行 然後他們很生氣 沒有,要去慢跑 他們說我們要出國 為什麼要運動 你可以在家裡運動就好了 就是很浪費時間 對啊 出國慢跑真的好浪費時間 可是他都會慢跑耶 可是我 我覺得運動很重要 他都會慢跑 我也會慢跑 對啊,你應該慢跑 然後享受流汗的感覺 其實有一次 有一次 我的朋友更生氣 是因為我 我早上去慢跑 然後我快忘記了 我們要 這天離開 搭飛機 然後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幹不上我們的飛機 是因為我要去慢跑 你離路了嗎 叫姐姐幫你帶路嗎 不需要 離去你的安提四川 我回來了 好,再去嘛 就是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戴個黑色的運動T恤 就是我現在在穿的這一件 為什麼呢 我覺得可以達到三種風格 超好用的 就是我上次去那個香港吧 就是我坐飛機的時候 我是要穿那一樣的風格 休閒 就是牛仔褲啊 就是布鞋啊跟這個 就還滿舒服的 我到香港網上的時候 朋友教我去喝酒對不對 我覺得一個休閒的洗妝外套 配上這個衣服就很好看 就變成比較 Smart Casual的感覺 對 那我隔天就要起來去哪裡 去爬山 那這個衣服的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對我來說是洗東西 就是你往上回到飯店洗澡 你可以把它就是一起洗 因為它的這個材料 隔天就 很快乾 很快乾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件衣服 就是一直創在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時間 可以一直不用換衣服 一直不用換衣服 對 可是就是把衣服洗得好乾淨 就可以了 對 我也是就是 喜歡出國的時候 帶很少的東西 我是那種帶包包客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 然後不然就是 帶一個包包走路 我不喜歡有那個很重的行李 所以我帶很輕的東西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些 萬用的外套 那我就 後來就買了這個外套 我覺得不管在什麼狀況 我都可以穿 他現在要穿給我們看一下 這真的是可以 因為他冷的時候也可以穿 然後造型的時候也可以穿 去幫人家競選的時候也可以穿 對 對 只要上面穿 你選背心 那邊有印什麼主尾嗎 可以貼啊 像我在這裡比較冷嘛 要保護那個喉嚨 這個就拉到上去 一件這種薄的羽絨背心 真的很方便 對 而且它 它會通風 也會防風 所以我覺得 去什麼國家 你去冷的 你去熱的 你去有風的 你去 你需要去一個餐廳 熱的國家到底穿著要幹嘛 對啊 因為有一些地方 雖然當時有 像我之前去泰國 我去泰國的車 泰國也穿這一件 你有幣啊 你有幣啊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去 泰國也穿這件 因為起伏 變個重數吧 沒有 因為我去一個島 應該會熱的衰竭哦 我跟你講 我去一個島 那個泰國的島 其實非常熱的 我一直流汗 可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 也是熱的 可是很大的風 它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吹 那雖然我還是感冒了 但我就知道 OK 是因為冷啊 不是啊 因為 不是 天氣是熱 風是熱 對啊 你幹嘛 你穿那麼厚幹嘛 天氣熱 風熱 全部都是熱 那你還要穿熱的外套 沒關係 因為他去八仙樂園 也穿這樣 對 我去 還有一個就是 你自己戴得很輕鬆 戴得很好 但是卻有了 就是說自己10公斤 別人27公斤 對對對 就是那一種 那一種好不好 我都沒有連累到別人 但是卻有別人 就是帶了一堆東西 反而連累到我們 我又一直跟我的妹妹去巴黎 然後在巴黎可以賣很多衣服 所以她賣很多東西 很多衣服 很多化妝品之類的東西 結果呢 她的衣服不夠 她的衣服太多 所以她的心裡沒有空間 之後她就把她所有的衣服 放在我的心裡 然後呢 你知道嗎 我們在飛機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心裡 所以 我要把我所有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 蛤 你心裡想給你 沒有用 那你跟吳子龍有什麼差別 她比較帥 也是 你應該就是那個 會拖累別人了吧 你絕對是嗎 六公斤皮草是怎樣 我已經盡量不要了 而且我想盡辦法 就是先自己解決一些 然後不行的 我再請同行的朋友 比如說夏宇欣 或是我媽去幫我 就是你知道 補充一點 那我已經想盡辦法怎麼辦呢 我就是 因為我已經去的時候 就已經操縱了嘛 那我回來的時候 因為沿路買 每個城市都買 一去歐洲 你待個二十幾天 不可能只去一個國家 去很多國家的時候 你沿路買 而且你知道我都去買一些什麼 台灣也買得到的 你就 比如說ZARA H&M 因為你就覺得 在台灣捨不得話 在那邊就覺得開容易 真的有 是不是你接錯通告了 不是 好奇怪的通告 比較便宜嗎 說真的 沒有比較便宜 但是款式不一樣 買不一樣 對 因為他們的那個 對 就是他們採購是 那邊會比較先 就是比較多樣式 所以我想去那邊買 就沿路買每個城市 就這樣買什麼 捷克買一下 然後維也納買一下 然後在匈牙利再買一下 回來的時候沒辦法 就已經超重快二十公斤 然後我想說 那不行 我這樣會被罰太多錢 我沒有帶那麼多 現金也沒那麼多 那好吧 我就 只好怎麼辦 就把全部穿在身上 所以我就 又來 我就把 妳為什麼要抄凡安的故事 沒有 我是真的 但是我穿了七件在身上 我加到我那個皮草 你知道我身上有幾公斤嗎 我現在本人是四十八公斤 我那時候蹭上去的時候 我只是他沒有被嗶嗶 就是被那個吹下來的時候 你現在身上將近快要七十公斤 你很誇張耶 七十公斤加上包包 而且維也納的飛機 它回來的時候 它是連你的手提琴 都要蹭 它是要你全部加起來三十五公斤 所以我已經超過 後來我就可以把他六千多塊 是海幣 海幣六千多塊 他就說還好 不以為會破萬 你真的算幸運 因為我穿了七件在身上 以前的女朋友 我帶她去意大利的時候 其實她沒有打算買什麼東西 她從台灣 帶了很多很多漂亮的洋裝 我覺得洋裝是很好 因為她想要在意大利找那個 跟你一樣做那個時尚的大道 當然 其實時尚之度當然 當然是要這樣子啊 問題是 我城市有一個很特別的風 叫BOLA 那這個風其實是很大很大一陣 大概以 如果是蠻大的話 一陣風有可能兩百公里 所以就是跟颱風差不多 非常大 非常恐怖的風 那我就跟她說 我覺得你戴那麼多洋裝 你可能不會穿啊 因為我們城市的女生 其實都穿簡單的牛仔褲啊 我都沒有看到女生 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們才看到人家穿那個洋裝 小洋裝 對啊 可是她就是硬要帶 她覺得這樣才時尚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OK 第一天我們去逛街 沒有問題 然後它很漂亮 大家都在看 然後我覺得 那是吧 對啊 我女友 第二天 BOLA來了 然後就第一陣風 那個洋裝先上去了 第二陣超大的 整個洋裝都在上面 整個內褲都 都會出來了 就是瑪莉聯夢露那個經典畫面就對了 可是她來不及這樣 所以她整個都變成 整個都在穿 好像閃動在上面 等一下那天穿的內褲漂亮嗎 她是這樣 沒有這樣 所以超滾胖的那個白色內褲 就是馬上就把她拉下來 內褲拉下來 不是 你好大方哦 要不要好好聊 好 要好好聊 我遇到的就是 那些女生會戴太多的稿 跟鞋除果 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要戴 真的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好奇怪 就是我上次 你會戴吧 不會 因為我都戴短靴 短靴是 就是任何的裙子什麼都可以配 這樣很正常 就是 我遇到一個朋友 跟我去香港三天而已 然後 香港穿高跟鞋 對 我今天很問他 香港才要穿高跟鞋 藍櫃房啊 誰像你都是一些去那個什麼 不是 你香港就是逛街 買東西 吃東西嘛 那你為什麼要穿高跟鞋 所以Stacy白天也會穿高跟鞋 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 她就說 她就穿高跟鞋 我說你知道嗎 你就是很累 因為我們要逛一個商場 接一個商場 這樣逛嘛 對不對 那你幹嘛穿這樣 這樣漂亮啊 我們這次要漂亮啊 而且你怎麼可能會帶她 一個商場逛過一個商場 沒有 去就是買東西 吃東西不是香港就這樣嗎 對啊 對啊 為什麼要穿高跟鞋 她穿高跟鞋覺得漂亮 她為你 她想要有面子啊 可是漂亮回去很累 其實我 如果你說我 我覺得還好 我當然是讓她舒服開心 因為她高跟鞋穿得很累很痛 反而她心情不好 今天晚上就不開心啊 可是你不是最愛的 就是模特兒穿高跟鞋嗎 還好 其實我借很久 好可愛 要再跟我聊時尚的鞋子 所以其實去香港 最好是穿舒服的鞋子 對 不對 那她穿什麼 對 就是小倫哥 剛剛說了一句話 就是漂亮沒錯 可是會累 我遇到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看到 他兩個行李箱 一個是衣服 一個全部是高跟鞋 我就問他 誇張了 小姐你有沒有去過香港 她說沒有 我說跟你講 我們一定會走很多路 你要不要就是 把這些高跟鞋 選一個你最喜歡 然後帶一個布鞋就好了 她不要不聽話 好 沒關係 我們第一天到香港囉 從早上到網上走來走去 打客運 打捷運 打車 走來走來逛街 到網上我去那個台冰山 她就放棄了 她就在那邊的店 賣一個跑步鞋 然後就親 我 就是把她的高跟鞋放在我的包包 我說OK 你有沒有聽話 你看 就已經買了一個布鞋 結果在香港三天 她完全沒有用到 她的高跟鞋 一直都沒有用到 可是她之前買了好多東西啊 回台灣的時候 然後兩個行李箱放不下 跟犯案一樣的問題 她就把她的東西 放在我的行李箱 然後你穿她的高跟鞋 沒有 沒有 好想看那個畫面 你什麼啊 剛剛不是說要好好聊 好 對不起 她就在那個集團賣最便宜 最人的一個背包給我背 大的東西 到台灣背包就壞了 你可憐 你那個 香港街上 我有時候也是啊 你說多買個行李箱 有的時候很重 或者是又不划算 我都去買什麼 你知道 返箱袋 返箱袋嗎 對啊 這是那種紅白的那一種 有沒有 那個很老 怎麼弄都不會破 那個很好用 一個才港幣20塊 還25塊 一大箱讓你好好的買 我跟你講後來 我就因為有買那個返箱袋 所以我每次出國 我都會再塞一個返箱袋在裡面 在裡面 然後呢 最後就是真的行李放不下的時候 我就會把髒衣服放在返箱袋 空出一個位置 再放其他的東西 就像你多放一個包包在行李箱裡面 U比著一樣 對 提打個拉鍊 就不好提啦 對 其實男生有很多戴很多鞋子 是運動鞋 比如說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每一次出國 不管要去哪裡 去香港 去澳門這麼近的地方 他要帶兩個行李箱 一個是鞋子 運動鞋 一個是衣服 然後限量運動鞋 他們盒子都不丟 對 之前 全部都不丟 所以他的鞋子重量 比他的衣服重量很多 然後每一次 譬如說去香港 去兩三天 他會帶大概十幾雙 運動鞋 有病嗎 然後他都會用到 你知道他家裡 我覺得他真的有病 他家裡有143個 到三個禮拜我去他家 他家裡有143個 運動就運動 穆斯皮鞋 運動鞋 每一個Nike的 EDITA的全部 143雙就對了 對 太誇張了 他去香港兩三天 為什麼要帶十幾雙 而且他沒有用到兩三雙啊 就是每天的雙一樣的 但是他會帶十幾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次要去安第13 那他高度非常高 那在去出發之前 我就有被告誡說 那我就很怕高山症嘛 所以呢 我其實有去醫院 請醫生開藥給我 就是有那個高山症的藥 他就說你要按時吃 然後呢 那個TERRY 就是專業的體事能教練 他又有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高度很高 那我們都住在平地 我們比較平地人 你突然到這麼高的地方去 你心臟會沒有辦法負荷 他說 你要做很多的有氧運動 那最好的有氧運動 就是爬樓梯 於是我在出國前 兩個月開始 你知道我多瘋狂嗎 我背著背包 每天爬八層樓的樓梯 而且用跑的 跟神經病一樣 我就是背包包 然後就從地下室開始 然後就穿著球鞋 就好 預備 然後就爬... 樓梯跑到八樓 然後再下來 我都不坐電梯 就是為了要訓練自己的肺活量 想說到了那麼高的地方 缺氧的話 我心臟比較可以負荷的來 然後因為浩子有去過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一個 全世界最高的淡水湖 叫滴滴卡卡湖 它叫Lake Titi Kaka 全世界最高的淡水湖 大概有3800公尺左右 因為浩子有跳下去游泳過 他就有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你去那裡 你就要跟他跳下去 你一定要跟他跳下去 去收水 才可以證明說你來過這裡 你一定要穿比基尼 穿那個你要減肥 穿比基尼 在那個船上拍一張照 然後叫朋友幫你攝影 你就跳下去跟他收水 可是你知道游泳的時候 那個缺氧量又會更大 所以為了在滴滴卡卡湖游泳 我還特別去游泳池訓練 我的肺活量 就這樣子 你知道過年前 尾牙有多忙嗎 那兩個月我每天在爬樓梯游泳 就是訓練自己的肺活量 好 我買了比基尼 買了那個蛙鏡 全部都帶好囉 到了南美洲的那個城市的第二天 我跟你講 我湖都還沒下我就高山陣 真的藥沒有效 沒有 就是可能有效啊 只是我有吃 就是死不了而已 如果我沒吃的話 可能直接死掉 會怎麼樣 他那個高山陣就是 因為那地方太高 四千八百公尺 然後他讓你感覺就是 你呼吸是 吸起來的時候是沒有空氣的 你覺得你的肺就是 整個被壓扁 你們上去的時候 沒有用那個嗎 氧氣嗎 沒有 因為浩子說不用買 什麼啊 很危險 因為浩子說 我告訴你不要買 丟臉 你有在慢跑的人 買什麼氧氣筒 不要買 然後我就聽他的話 我就不用買 到那個地方去 那我自己又太興奮 結果那個感覺就是 有人用手 用力捏住你的心臟 然後再轉你的心臟一樣 非常的痛 然後轉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很昏沉 然後就倒在那邊 全身無力 然後一直吸氣吸不過來 就很像你溺水 那種感覺 那又因為那個地方太高 四千多公斤 連我那個平常想說 這種太陽這麼大啊 也無所謂 平常我們就是想說 天氣冷 不太需要那個 管它防曬的事情 我到那個地方去喔 不到一個小時 我整個臉頰這邊都曬傷 不到一小時 因為好像是 它高度太高 然後所以紫外線很強烈 所以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這邊全部脫皮 冬天的時候 我要帶老婆去瑞典 那因為冬天瑞典 她就問我說會不會很冷 那我就是說當然會冷 就大概就 對啊就零度 然後可能零下左右嘛 然後她就是一直說好 那她知道了 那她就是要帶很多衣服 所以她開始在準備清理箱的時候 她就去 她先去買了很多新的那些 就冬天的衣服 然後我看她在塞那個清理箱 很多那些就是很厚的外套啊 那那些 好 可以啦 可是因為我看了 她除了那些很多那些毛衣啊 跟那些就是很厚的那種 就是內打的衣服嘛 就是裡面的那種衣服 那我就跟她說 千萬不要戴這些 你不用那 你戴外套就夠了 這些很厚的裡面的衣服 真的是不要 可是她就一直不要 因為她就是說 你要我冷死嘛 去瑞典那麼冷啊 你要我冷死 怎麼可能啊 我一定要戴 然後就戴了嘛 到那邊 因為瑞典 我們就是 因為是習慣嘛 第一個 我們的冷是不一樣啊 我們是乾的 所以就不會像台灣這種濕熱 就是刺到骨頭裡面 我們就是外面就是有一點風這樣子 那重點是說因為裡面 比如說房子啊 我們都是那種就是 地熱式的啊 就是地板會發熱啊那種啊 然後裡面什麼房子裡面啊 都會有那些就是 就暖氣啊什麼的 所以房子啊 電車啊 或電裡面啊或什麼 全部都是很熱的 所以你在裡面就完全不用 不是穿不穿衣服啦 可是就穿很薄的衣服 你再開心什麼 不用穿衣服就好了嘛 但是因為重點是說 她只有戴那些很厚的衣服 所以從頭到尾 她都是穿我的衣服 好神奇 好浪漫喔 沒有 而且因為 因為我們去那邊 然後她一直 去那邊兩三個禮拜 然後她一直都是 只有穿我的衣服 然後她就是超神奇 因為就只有穿 就是那幾套衣服嘛 因為就能借我的衣服 就是那幾套嘛 然後一直都是不想拍照啊什麼的 因為就是我的衣服 然後都很醜啊 所以就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真的是不要戴太厚的衣服啊 真的 因為其實冷的地方都有暖氣 除非你是去住那個 北極的那種冰屋還是什麼的 日本暖的地方 你看像日本 大家去也都是說 好冷好冷 然後穿得有夠多 進去也是暖氣熱到呼吸不上 對 就反而真的是 日本的冬天是很熱 我的印象中是這樣子 真的 反而你要去冷的地方 要有洋蔥式穿法 是 對 是洋蔥式穿法 沒錯 可是像譬如說我那時候 出國的時候我去紐西蘭 我忘記它有南北島 那因為我印象中 紐西蘭是冷的 而且我們那時候過年去 過年是很冷的時候 所以去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是帶厚的衣服 然後一去到那邊完蛋 大家都是穿短袖 都T恤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轉機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這樣一定會熱死在那邊 因為我走在那邊 我穿一個 因為我又很浮誇 你知道連去紐西蘭 看洋的那些地方 我都穿得很浮誇 那我現在就在轉機的時候 我就在機場買一些 比較輕薄的衣服 因為符合當地的天氣 那邊一定是賣什麼 類似衝浪的啊 就是有那種品牌 可是我就找不到一些便宜的 但是已經接近要登機時間 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得買 我就隨便衝進人家 紗進去 你知道嗎 我買這兩件衣服 一件是這件 薄薄的雪紡紗 我甚至拍照片都不想拍 因為就一件黑色的很 就是很無聊的一件雪紡紗 無聊對不對 還有這一件 這一件 T恤 後面頂多有一個袋子 可以綁成蝴蝶巾 這是後面 這是背面 然後前面就這樣 這是正面還得了 謝忻 妳也可以穿小可愛啊 可以雙面穿 妳現在去換 妳現在去換把它穿在正面 我不會有這樣子的衣服 妳為什麼對謝忻都沒有情緒 沒有 她說 她怎麼會講說那個是正面 好 讓你們猜 我買了這兩件衣服多少錢 台幣嗎 對 T恤兩件給妳一千塊 對啊 一件 一件 有錢對不對 一兩千塊 我跟妳講 我花了將近台幣一萬塊 一萬 這兩件一萬 就因為忘記帶薄的衣服 那謝忻真的要去換喔 小姐 喜歡後面這一排都妳的 這一排 這一排都我的 妳在幹嘛 妳那些蓬蓬裙穿出國是要幹嘛 跟妳講 首先時尚的義大利大街 又是什麼西班牙 一定這些都要用上 而且很多人會帶什麼衣服 戴很多的不 是要下半身一直換 因為就像我今天穿的洋裝 我隨便套一件 它就變成另外一套衣服 你知道 下半身幹嘛一直換啊 下半身 你看今天我是穿冒冒裙就變這樣 你看看好公主喔 有沒有 好漂亮喔 還不錯 那我今天穿 如果是穿 你看 這一個 新鮮的就變得比較平衡 然後我下面可能再加一個平底鞋 我一樣是可以出門逛街啊 應該不會都戴這些吧 當然 然後你看還有 還有你這樣膚色的 還有氣質 你看有沒有擺著 吳子龍 在你們那邊有人看到 有人穿這樣嗎 應該有吧 如果他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得到啊 就在那邊 你講話要講什麼 通常人家出國下半身 會換的就只有像這種 紙內褲而已 喂 謝忻 你好不性感哦 不是 那我這樣子就變成另外一件 超短的 有啊 我們意大利有那個冰淇淋的店 如果他做一個活動 就那個小孩就會裝這樣啊 冰淇淋活動小姐 沒關係啊 對不對 就 有啦 這件穿起來很好看 對啦 慾望城市裡面有穿類似的 是不是 那是十年前 十年前的慾望城市 他們是不拜聖經 怎麼任何時候穿的時候 音音 你要不要先吃個藥 我剛剛吃過了 吃過了 他就出國就愛打扮啊 漂亮 這合理嘛 非常合理 好啦好啦 OK啦 你開心就好 我以前一個巴西的朋友 幫我介紹一個大陸的案子 然後就是很簡單 去做什麼 翻譯 就是去翻譯吧 然後我看到那個活動 就是真的很簡單 工作的內容 就是把那些大陸的客戶 跟巴西的客戶 就是做一個溝通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一整天工作 往上的時候 我們就到一個非常高級的餐廳 為了簽約啊 什麼什麼的 我發現那個 餐廳的門口就寫一個 Dress code 我看到Dress code就慘了 因為他們的Dress code 這些一定要穿西裝 嗯 我完全沒有戴 可是你出國不是都會戴 黑T恤跟西裝外套 這個是後來 我那時候就是沒有這個概念 然後我去工作 是沒有戴個西裝 是我的問題對不對 結果發現才怎麼辦 然後因為那個客戶一直催我啊 就說他們一定才進去啊 你要趕快來啊之類的 你就叫他出來啊 沒辦法嘛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附近有一個百貨公司 我就好吧 說不定哪邊有買都可以 重點是什麼 是一天的工作 他們給我多少錢 三百塊美金 我那一天覺得太好賺了 結果去那個百貨公司 看到那個最便宜的 機身外套 我看他三百塊美金 太貴了嘛 三百塊美金 我覺得這樣真的太貴 你下次就直接走到那個有文具店 文具店 怎麼樣買什麼 你就買看你要什麼顏色的西裝外套 黑色呢 如果黑色 你就買黑色奇異筆用畫的 畫的 對 這概念很好 要不要好好聊天 不是 他如果開始沒完成怎麼辦 剛剛畫完客戶都走了 而且他可以換不同的啾啾耶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那時候就是要去瑞士 所以他買了很多 很漂亮的冬天的衣服這樣子 然後帶了很多 然後想說因為會冷 所以他要帶了一件厚的羽絨外套這樣 就要飛到那邊之後 他冷到他其實他去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把外套脫下來 因為太冷了 然後他本來去十幾天 裡面要搭不一樣的衣服 但是他拉鍊都沒有打開 結果他整個半個月 每一張照片都穿同一件外套而已 對吳子龍那件外套嘛 他是背心 應該是要戴不一樣的大衣啦 裡面反而不一定真的會露出來 我跟你講大衣真的太麻煩了 好重啊 你戴不一樣大衣會很重耶 我的習慣我會戴大概三、四件大衣 然後裡面我不會 你戴不一樣大衣幹嘛 那不然不然外面要穿什麼 你戴不一樣的毛帽或是什麼東西 沒有 你就戴不一樣的下半身啊 那就很大一樣喔 不一樣的外套 是外套 天氣冷 不是 誇醒你 不是 我跟你講長裙是非常保暖的 到底誰每天要看你的下半身 到底 下半身就要免洗 美空 我以為要免洗 你會不會補中 沒有就超級不性感 他有無法理解有一種人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出國滑雪 你是去滑雪不是去拍照 他要 比如說我們去七天 他要戴兩套不同的滑雪衣 這是我完全無法理解的 當然有 滑雪衣 滑雪衣就是一套到底就好玩 我跟你講 不是 等一下 我看下來只玩了一天 這種人真的很有事 你講得好有道理喔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要戴不一樣外套 裡面不重要 這種人真的超有事 因為我這次去馬丘比丘的時候 你知道馬丘比丘是山 是山跟 你去那種地方 就是要給我穿登山鞋 那就這樣包射出我 紅塵皇帝都要全部的顏色都要 你出去 我遇到湯茵茵 我遇到他 遇到他 我遇到一個人 就是對岸的觀光客 他給我穿一個紅色的高領 全紅 然後上面是緊身的 然後胸很大 窄的 然後下面是整個膨裙的大洋裝 所以我去爬馬丘比丘 就是康茵茵 我有事情嗎 那每一個時間 我都要這樣子跨才上得去 他給我去爬馬丘比丘 然後我在一個鹽湖 你就想像台南那個七谷的鹽田 有積水 就是一片都是白白的鹽 你很適合在那裡帶斗笠 去挖鹽那種地方 我遇到日本妹 他給我穿俄羅斯人的那種毛帽 然後皮草 就是康茵茵 哇 好特別喔 對 然後裡面是很漂亮的那種 高領毛衣下面給我穿雪靴 還有點羹 那個地方是有積水的 然後給我在那邊帶那種白的手套 而且頭髮全部都變棒捲 變棒捲 可愛這些 妳就是遇到坤跟小雪 然後她的那個妝是全妝 你知道我們出發的時間是凌晨3點 我每個人都沒有睡都這樣 都是這樣出門 她是全妝 而且口紅很有精神 本來就全妝啊 你去那麼特別的地方 你要拍照 我整個嚇傻 她給我帶皮草到那個地方去 超棒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兩位是出門要全裝換下半身 穿上半身 你出門就紙內褲 你只有每一個人是單身的 不是 我是實際好嗎 怎麼樣 我是實際 M號紙內褲如何 有點小 我的朋友是去夏威夷 夏威夷其實大家覺得 就365點多是夏天熱嘛 但是其實他們那個 夏威夷的溫度差差還滿多的 很大的 就是早上跟晚上還滿有一點涼快 而且冬天的話有一點點 而且那邊有 有火山 然後他們去那個爬山 對 那天其實沒有那麼熱 但是他們去火山 爬那個 對 那個吉拉維爾山 那邊其實是 上面是靠近零度 很冷 對 但是我朋友那個 不知道沒有做功課 所以就一個短袖 短褲 然後就把我的外道就去了 就快冷死 對 其實夏威夷也是 就是熱的地方也是 其實要帶一些 也就是一防萬一 對啊 誰又想到夏威夷會有零度的地方 沒有 可是有些地方真的是這樣 我們那一次去爬西乃山也是 他們一直在講說 我跟你講西乃山 因為我們要凌晨就出發 然後呢 真的很冷 因為我們平常在平地 是穿T恤還會熱 因為沙漠 你想像那個沙漠 是完全沒有遮蔽物 然後那個是熱到 你無法在外面站超過五分鐘 太熱的這種情況下 那一天早上 他們就說出發前就說 西乃山我們那一天凌晨要出發 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冬天的羽絨外套 跟圍巾 毛帽 暖暖包 然後最好戴一點這個 有人還講說戴一點威士忌 因為冷的地方 你喝一點會暖身 想說怎麼可能這麼冷 差太久 可能嘛 然後我們就到那邊之後騎上去 我跟你講我那天早上冷到 我已經覺得我要感冒了 冷到我已經穿了兩件外套 圍巾圍成這樣子 然後帽子怎麼戴兩層 然後我已經冷到 可是因為我就 已經弄到你媽媽都認不出來 你是誰了 是因為我就不聽話 我想說哪有可能那麼冷 我就沒有戴暖暖包 我也沒有戴手套 泰國穿什麼羽絨衣的感覺 對 可是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要做功課 不要想說熱的地方 一定就不會有冷的時候 你們都不覺得 對 沙漠是很熱 很熱 就是這感覺 對 我去的是還是夏天 不是冬天 去越南旅行 然後我們去沙發里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我發現就是 溫度是OK的 你穿一個T恤跟短褲都沒問題 然後到了晚上 是越來越涼 都不是冷 然後到了晚上 就是太陽下去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邊過夜 那晚上大概七八點之後 開始變超冷的 然後我只戴了一個T恤跟一個短褲 然後我們就是開爆炸 然後爆炸之後沒了 那一天就是我從晚上到早上 我完全沒辦法睡覺 就是一直在那邊發抖 問題是我沒有戴衣服 因為是 可是你有天然毛啊 天然毛也是沒有用啊 沒有用這樣 真的 那邊很冷 然後就是發現那邊 就是白天很熱 熱到就是三十幾度 四十幾度 對 但是晚上就變很冷 大概五六度 可是其實沙漠的地方都這樣 Vegas晚上也涼啊 溫差很大 對不對 日夜溫差很大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的人 就是都不做功課 一個就是說你有這個 你有這樣的一個 你就OK了 競圈總部背心 對 一個競圈總部背心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完蛋了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是冬天 那因為在台灣那個時候 有大概十三十五度 十三十五度 我覺得OK 日本應該差不多嘛 一樣 所以我就穿台灣一般的外套過去 一到日本一下那個機場 離...兩度 馬上坐進了車上那個青年旅館 因為青年旅館比較便宜嗎 它沒有暖氣 所以我穿了我所有的衣服 我都穿上去睡覺 那個一天我花了三千塊 買圍巾跟帽子跟手套 回到青年旅館休息 啪 三十九度發燒 蛤 對 所以我就變成... 很冷到了 所以就是兩天留在那個青年旅館 然後還好也有其他三個 三個外國人 他們也是因為沒有做功課發燒 所以就一起聊天 也不會無聊 外國人出國都不做功課了是不是 我就是 他們四個就燒在一起了 就燒在一起了 對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出國 千萬不要帶 帶這個幹嘛 對啊 有一次啊 我們就是也是會去瑞典的時候嘛 安東才一歲開始吃膚食品 老婆說什麼 堅持一定要帶大同... 電鍋 大同電鍋 動作食品 因為他不會用別的東西 他不會煮白飯啊 然後也就是如果不是電鍋 他就不知道要怎麼煮 那因為一定要煮給安東嘛 所以就一定... 他一直堅持要帶 那我問一個電鍋 你怎麼放進去一個心理箱 而且我們還要去夏天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那... 好 電鍋就算了 他還要帶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是 洗鼻器啊 對啊 因為他就是怕 如果安東感冒了或什麼 流鼻水或鼻塞或什麼的 那種就是需要心理 那因為... 因為他買了一個很大台的 他還帶了50吋的液晶電視 因為安東要看他 對啊 他要看我的片 他是你兒子 那因為我就是去克羅埃西亞 他就是一個 有點像歐洲的墾丁 但是是他還有文化古蹟 就這樣舉例 人家是一個古國 你講來沒有墾丁 人在講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歐洲的度假勝地 他也有墾丁大街嗎 有 還有墾丁大街 而且不但有墾丁大街 還有一些就是古城 還有教堂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棒的城市 但是因為行前就是會議的時候 就是導遊說 你們可以帶一些拖鞋 因為那邊有時候 有些飯店會有一些沙灘 你可以去那邊逛一逛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就帶了拖鞋 我們那一次去克羅埃西亞 去了他們那個國家公園 連那個導遊都說 我人生沒有在這個地方遇到冰爆過 你知道我們在那天遇到一個 下冰爆下到 整個原本是一個超大的斜坡 兩邊都是很漂亮的草地跟樹 一下完冰爆它變成土石流 而且我們要回到原本的地方 必須要穿越那個土石流 那段路有多危險 你穿拖鞋 然後那個黃沙跟那個泥塊 全部這樣弄到那些人 全部腳都受傷 我想說你是白癡嗎 怎麼會在國家公園 你還跟我穿這個 就跟你去國家公園 或是去什麼山上穿高跟鞋 是一樣的意思 是 所以我覺得拖鞋 你這點東西你要戴可以 但是要看場地 看場合穿 他說 他剛剛說怎麼會去國家公園穿拖鞋 你白癡嗎 這句話好違和 你說出國穿拖鞋 白癡嗎 歐洲人就很不習慣 就是拖鞋了 因為像我 因為台灣人很愛拖鞋嘛 那我老婆也是啊 那因為前幾年也是就是很流行 那時候我們會去瑞典也是 他就一直想要戴很多 那我就跟他說 你就不要啊 因為你穿這 你在瑞典穿了 你就會覺得 就很多人會一直看你 可是他穿的是那一種 就是人事脫還是有衣服 就是後面有一條的那種 不是後面有一條 是就是家交拖鞋的那種啊 我覺得鞋子這個部分要注意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女生 現在台灣女生很多都會看韓星 她們喜歡露小蠻腰 然後很多女生她的腿很漂亮 所以她們喜歡穿那種熱褲 是有露屁股蛋的那一種 這個在有些地方真的不能 所以妳又在哪裡碰到康茵茵 對 沒有 我都講 對 像杜拜啊 路上的穆斯林真的是多到爆 是包到一個不行的 雖然她們不會穿拖鞋 拖鞋就OK 可是如果去有些地方 你穿那種露屁股蛋 露小蠻腰的 超怪 我的朋友是去那個瑞士的時候 因為那邊冬天很冷 很冷地方 所以她戴了 就是穿了那個大毛衣 就剛剛跟上那樣的 皮草 對 皮草 對 就是那個其實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看起來有一點就是好的 所以就看起來是真的這樣子 然後她去那邊瑞士走路的時候 三四個小孩子小朋友在那邊玩 然後她們看到她 就丟那個雪球過來 丟她 對 然後她以為是在玩 就是單純的 怎麼樣 然後他們都這樣子丟 所以她也是 她也丟回去 丟回去 丟回去什麼的 這樣子 但是她們的那個力氣好像是不太 越來越大 對 不像是在玩 她就是默默的就是說 就是離開了 後來才知道 好像那邊那個地方的就是 愛護動物的活動很多 瑞士很多 對 就她不知道 所以就好像是那個小朋友們 就剛剛就是教育完 所以就他們覺得 這是動物的那個毛衣 所以就你是壞人 然後就丟 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也很重要嘛 對不對 你去到當地 天氣一定要做好功課 對 要怎麼做功課呢 看一下我們謝忻的新書好不好 對 我的新書我去安地十三以下 6月29號可以在博客來預購 7月5號正式發行 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的 我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